太老实的人会有四个后果 尤其是第三个 你一定要收藏起来 免得以后找不着 虽然扎心但很现实 一不懂伪装自己 什么事都跟别人讲 很容易吃亏 因为他们觉得你老实 占了你的便宜 你也不能怎么样 很多人都会有随众心理 他们看你好欺负 也不会反击 其他人也会加入到 欺负你的行列当中 这时候你发现 根本没人会站出来 为你说句公道话 他们都习惯性的欺负你 二容易被孤立 因为你太老实 不会溜须拍马 不懂拒绝 委屈求全 没有心机 还特别单纯 别人早就摸透了你的性格 你对谁都很好 但是别人不但不领你的情 还会觉得你太窝囊 三不懂谋话 没有心机太实在的人 即使给别人帮忙 也不会被人感谢 所以人家有事 都会来找你帮忙 因为你从不拒绝 干活又不懂的偷奸耍华 你不但吃苦耐劳 还从不抱怨 总是有求必应 从来不会为自己考虑 所以别人什么脏活 累活 都会找你帮忙 当时对你可能还不错 过后你帮忙的事 忘得一干二净 不但不领你的情 人家还会说 找你帮忙 是因为看得起你 四 替别人背黑锅的事 常有发生 因为你从不计较个人的得失 不喜欢争抢 牺牲自己的利益 去成全别人 好事很难找到你有麻烦的时候 那些人会把你推到前面 充当他们的挡箭牌 所有人都认为欺负你很容易 因为你又不会反抗 所以最后你会被很多人欺负 你好好评评吧 关注我 每天分享人性大实话 中间 liksom 文字幕联傅